如果各位已經把影片剪接完成 我們到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這裡有個儲存 你可以把它的專案檔儲存起來 專案檔你也可以按這裡 綠色這一顆也可以 把它的專案儲存起來 好,按下去 那麼假設我就存在預設的位置 就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它有這個資料夾 你可以看到它的專案副檔名 Ati Printer Project Ati Printer Project 這樣應該就看得比較清楚 Ati Printer Project 好,就把它先存起來 那麼儲存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專案檔 在文件裡面 有一個Ati Printer 好,你可以看到 它除了專案檔以外 有沒有一個暫存的資料夾 對不對,那有些時候如果你的影片比較大 或者是你的影片是在它裡面錄製的 它會多一個這個專案的一個資料夾 所以如果你要帶走要記得把這個帶走 那標準的話如果像我們現在都錄好的那一種 就是外面我OBS錄好的 它會把所有的影片啊 圖片啊 通通都放在這個專案檔裡面 好,通通都放在這個專案檔 所以你只要帶這個專案檔走就好 這樣了解 這樣你以後就可以繼續編輯 那麼你做好就要輸出從哪裡 從這個地方 上面這個地方呢有一個叫導出 你可以看選單 有一個叫導出 你使用前面這三項是完全免費的 也就是你把它輸出圖片 輸出視訊 甚至直接發佈到YouTube 這是完全免費的 那如果你要做一些互動 或者你要變成所謂的Office文件 PDF 像它可以做HTML圖的 那這個 部分呢就屬於付費 可是你可以用只是會有什麼 浮水印 就是這樣子而已 待會呢你也可以試看看 預覽看看 你就知道說 它的那個浮水印 大概長什麼樣子 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 我這邊呢先做一下 輸出一下 好 這樣各位有沒有看到它的浮水印呢 右上角這裡 這樣子 這樣子 有沒有 你不覺得這看起來有點像一個界面嗎 就是Evercam做好的那種 Evercam做好之後是不是投影片 就等同目錄 對不對 然後呢你就可以 在這邊就播放 自己跳也可以 好這個是它的優點 這是它的優點 那麼 如果我們要輸出的是影片 你就從這邊按下視訊 它預設輸出就是MP4 你可以直接指定它的尺寸 然後它的格式 這樣就可以直接做輸出了 好就可以直接做輸出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這邊 我看要輸出到 好這裡 確定 這樣就出去了 你如果需要比較大的也可以啦 那原則上至少我們可以用 1280x720 這樣子的尺寸就是HD 所以 假設它在行動裝置上看 它螢幕沒有那麼大的話 其實這個尺寸還OK 那像我們一般用那個 因為現場是同學比較多嘛 可能你們比較沒有那個經驗 如果是老師的話 他們用那個Evercam 或Powercam 它也比較鼓勵你用這個方式去做錄影 因為這個錄的話 就是 這種格式 就是1280x720 在它 簡報裡面 這樣看會比較OK 所以 這樣好了 我們就可以進到這邊來看 你看 MP4就出來了 MP4就出來了 好友好看 好友好看 看看